我们现在就要到那个网红打卡地了 Rich Bar后面的一个餐厅 晚上我觉得六七点刚刚比较有意思 但是现在六点多了 天还是很亮的 前世纪的网红打卡地都几个 这里就是网红打卡地 这里需要拍照缴费 好像是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loft餐厅 感觉这个还真的蛮有味道的 我们要进去看一下 叫loft777 777 OK我们上来吧 一楼欧洲杯直播 二楼海景西餐 三楼露台咖啡 我们去二楼 咱们去看看 咱们去哪里 看 我们去今儿楼 然后再来 什么东西 好 不 谢谢 现在在这里户外吃 它里面是有海景旁边的 然后也有这边户外的 这里比较凉快一点 因为里面没有冷气 然后我们现在要上来 这上面好漂亮 很好喝 很好喝 我们点了这个意面 好吃 还有刚刚的百香果汁 我们现在吃完了 要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要先回酒店了 哎呀我们那个喷船 看 有鬼电车 点了豆沙包一个蛋 我点了个大花卷 这超级无敌大的 它开始吃了 我们现在临时赶了 去进食餐 因为今天周一 女士那边全部都闭馆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学生给他是一个人三十块钱 如果不给他的话 就是六十块 我们从这儿出发 然后一直过来过来过来 到沿着冰海东路 海滨东路 然后这个到地质公园是终点站 这个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 到时候再回来远路返回 然后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游了之后 然后再做这个回去 就比较简单 入口在那边 这就是传统的中午奶奶 这是我今天穿的这个高K鞋 应该是地根 从这儿走到南秀园 要走一个小时 坐那个百度车 坐个三四分钟 坐到熬江园 一时过去就不要近了 就五六分钟就到了 看完差不多就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就一路就走走停停吧 旁边这些画好多啊 很漂亮 我拍成视频了 这叫做蟹酱出洞 龟背石就是这里 这很像 不龟的背 我们现在到黄金海岸了 想要在附近先吃点什么 但这麦当劳还关门 然后那些吃的都离这 差不多一公里远 这就是烤冷面 这是我第一次吃 就在这里 刚刚拍了一些照片 有点烤 你完全能接受的那种烤 哦 那边就是莲花团 咖啡厅 上这个莲花台上面的咖啡厅 一个人门票是要20块钱 然后我走一遍 然后我走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我走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咖啡厅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正黄期 这也是进行 它里面服务还挺好的 很多吃的 这些吃的 这些吃的 在这直接点 请您用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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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好 欢迎光临 我们点了 八九道菜 因为它这里都是一串 一个长卖的 然后 大三等货 成了 告诉大家 哇 好美 你的扇贝 然后这是牛肉串 这个是海胆 大头菜 大到无奈 大到无奈 肉质很鲜 真好吃 肉很嫩很嫩 然后特别鲜 我们现在要在回去的路上 然后对我来说那个海胆有一点很奇怪的味道 其实没有我们在回去的路上 这个味道就是很奇怪软软的 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应该是那个扇贝 你的烤面包挺不错 烤面包挺不错 烤面包挺不错 还有呢 还有那个三边什么那个串 那个猪肉串 羊肉的 应该是羊肉 那个也不错 他们家服务是真的不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回家了 所以就明天见 给我准备 战ией TROLL